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长空之王紧急撤档 本以为王一博要他房 实则是被徐开城牵连 前段时间长空之王定档日期转得沸沸扬扬 不少网友在看到游胡军、王一博、周冬宇领衔主演后 也是表示这部影片非常值得观看 而从预告片中我们不难看出 长空之王属于空军题材的电影 而我们也知道 这两年以这种题材为主的市场占比很大 每一部影片一出场 也是受到不少的反响 如今长空之王片方突然宣布撤档 无疑是给这部剧带来不少的质疑声 在看到消息后的网友 也是纷纷把矛头指向了王一博 不知不觉 国庆节即将到来 而对于广大影迷来说 也是非常期待在国庆节期间上映的影片 而我们不难发现 很多影片也是在相继官宣定档 但令人意外的是 在9月27日这一天 被广大网友看好的影片长空之王 却突然宣布撤档 而且还是在首映里当天宣布的 官方账号也是特意在社交平台发文致歉 至于为什么撤档 片方也是没有给出确切的解释 只是对外宣称为了能够将影片更好的呈现给大家 所以才会决定改档上映 从该影片的阵容我们可以看出 是由胡军 王一博 周冬宇这三位主演共同参演 不少网友也是表示 上映之后口碑与票房肯定是双丰收 而我们也不难看出 在撤档前该影片的票房就突破3000万 也是在各大影片中处于领先地位 不少网友也是因此感到质疑 在预售票房这么好的情况下 突然撤档肯定另有其因 但在之后我们却发现关于该影片的一些相关信息都搜不到 不少网友在看到后也是为此感到困惑 更是表示非常好奇该影片真正撤档的原因是什么 而在另一边的王一博 也是按照行程现身杭州机场 准备参加长空之王的首映仪式 但从现场跟拍来看 似乎王一博并不知情 不少网友也是表示可能片方临时撤档的决定 没有提前通知他 当然我们也都知道之前 在出现李一峰事件后 也是给王一博带来了不小的影响 之后也是被爆出很多相关绯闻 但因为证据不足 也是不能够说明王一博有染 而如今我们看到长空之王宣布撤档 很多网友也是把目光纷纷看向了王一博 不过我们从王一博的表现来看 不少网友也是觉得他跟撤档并没有太大关系 而反观另一位主演周冬宇 他最近的热度可以说一直在线 不少网友也是表示可能是因为被爆出与刘浩然的恋情 才导致这部影片突然改档 虽然这件事众说纷纭 但没有确切的证据 还是不足以说明这是影片改档的原因 不过我们也不难看出因为周冬宇与刘浩然的恋情 给这部影片带来了不小的热度 还有一位演员是徐开诚 前段时间因为分手出轨这件事 让大家对他都有了非常大的改观 合理猜测一下 这部剧突然撤档会不会是因为要删减徐开诚的戏份呢 还有一点就是 现在长空之王的百度百科上已经没有徐开诚的名字了 所以说这次这部电影突然撤档跟徐开诚脱不了干系 王一博被他牵连了 虽然不知道接下来这部电影什么时候重新上映 大家的期待值一直都没有减少 所以还是等待官方的消息吧 除此之外 也不排除临时改档 可能是因为与其他影片的档期相撞 毕竟除了长空之王外 影片万里归途和平凡英雄的热度也是之增不减 所以长空之王这部影片临时改档也是情有可原 毕竟片方也是想提高票房回报率 所以才会有改档的决定 而我们也相信一部好的影片还是足以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网友评论 评论一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 未知全貌不予置评 静待佳音 不管换党何时 都会全力支持 评论二 是想改到春节上映吗 估计可以破百亿票房 评论三 该不会国庆仪过完电影就上映了吧 好电影不怕晚 更期待了 评论四 没事 下次电影上映加倍支持 评论五 不管怎样都会支持王一博 希望他像杨阳一样离恶狼势力远一点 评论六 什么时候播什么时候看 胡军 王一博 周东宇都喜欢 王一博还那么拼 首先 小编觉得王一博真的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演员 不管饰演什么样的角色 他都拿捏得非常到位 也是能够把角色形象深度表现出来 可以说每个角色他都能够诠释得淋漓尽致 也难怪王一博会受到这么多人的喜欢 其实我们也知道王一博在私底下也是非常努力 为人谦虚的样子也是他能够活跃在娱乐圈的一大原因 就算是面临很多争议 他也是一直在提升自己的演技 让大家能够看到他真实的实力 其次小编在看到长空之王的预告片后 也是感觉非常震撼 这次采用真材实料的真机参与拍摄 不管从视觉还是听觉上都足以震惊全世界 而这部电影的题材也是在向外界展示中国人的骄傲 他们无惧牺牲 甘于奉献的精神也是让我们对这个职业有了很深的了解 而这部电影向我们传递出的家国情怀也是格外深入人心 尤其是观众在观看时也能很好的带入其中 总而言之 小编觉得不管这部电影在什么时间上映 它都能带给我们很深刻的记忆 毕竟这部影片展现的是家国情怀 也是关乎一个国家的领空安全 光从预告片中我们就足以感到震撼 中国是非烈士公墓中长眠着用生命托举我国航空事业的英雄 他们用危险与生命来为祖国保驾护航 就这样一个爱国情怀的题材 小编相信不管是在什么时间上映 肯定都会迎来口碑和票房的双丰收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